今天出门去来到了 华为2022旗舰新品发布会 平时我去发布会就很少拍影片的嘛 但是今天我决定这么大场面 拍一集给你们看看 华为到底发布什么新产品 这么厉害请那么多人咧 一眼看去 哇 人山人海诶 很多网红媒体都出现了 捕获野生MISG1 还有GG8KaiSing SeeMe和LimReviews 还有HillaryTeam 好啦不要玩了啦 认真了 登登登 这次华为就一共发布了70个产品很多诶 手机的话就有三款 第一个就是最优雄的 外则折叠机Mate SS2 一个P50 还有一个Noah Y70 手表的话就有四款 第一个就是这个颜值天花板 WASH GT3 Pro 一个WASHG2 一个Benchy 还有一个可以凉血压的WASHD 一支影片帮你看完华为的全部新产品 321 找起 第一个就是重头戏华为WASH GT3 Pro 其实我已经提早拿了 也已经带了好几天颜值 不是开玩笑的哦 我带着的这款呢是真皮款 423mm蓝宝石玻璃镜面 白色真皮表带 还有边边的金色线条 戴上去是舒服的 旁边看过去是没哭我的 不要真皮的话可以选全陶瓷款 陶瓷给人感觉更加class 高级感在 另外还有男装46mm Titanium版本 女生就不适合啦 因为太大了 男生可以冲 呃 女孩子戴手上是不是很好看 我是觉得很好看 智能手表当然里面有着各种运动模式啦 什么跑步啊 打球 帕山之类都稍不稍稍 这次WASH GT3 Pro新增了 自由潜水 Free Diving 和高尔夫球练习场模式 让我来示范一下 OK 现在示范的是高尔夫球 OK 它里面就有一个选项 叫做高尔夫练习 OK 我们点下去 它就会开始记录你的上感时间 下感时间还有会议感速度 OK 现在我们试下会一次 我是不会打高尔夫啦 好难哦 有了 快看 这是我的会感速度23.9秒 然后上感时间跟下感时间 各位 我成功了 After 踹了很多很多次 这手表呢 已经在这个港水里面 怕我去去四十九天了啦 这样我们把它拿出来 OK 这个实验呢 要展示的就是 它可以长时间在水里面泡着 就是说你带着去游泳没有问题 重点是 它就算在盐水 就是海水里面都可以哦 就是说 如果你要带着它去潜水 完全没有问题耶 不需要带壳 直接在手上跳下水就可以了 价钱 白色皮表带1599 白色陶瓷板2399 南庄灰色皮表带1399 Next 折叠机Mate XS2 这台就是堪称史上最轻薄的折叠机 有几轻薄 它最薄的地方只有5.4mm 有几重 255g 一台iPhone 13 Pro Max就已经250g嘛 再加上Screen Protector 还有保护壳就已经270g嘛 这样这台折叠机可以做到255g 其实对我来讲是算很厉害了的 普通折叠机你看它都是折去里面的 这样就比较保护屏幕了嘛 华为就给你来个反向思考 Mate XS2就是折去外面的 就像这样 整个打开是7.8寸2480x2200的分辨率屏幕 关起来就是6.6寸屏 就是普通我们热常会用到的手机Screen Size 刷新率120Hz 240Hz 采样率 而且我发现咯 就算它给我外折很多很多次 很多很多次 那个折痕还是不明显咯 几乎是看不到咯 要很细心很细心看 才看到一点点 价钱7999 OK 下一个产品 华为P50 它是P50 Pro的低配版 价钱当然也更便宜啦 2999 P50和P50 Pro其实两个外形很像 都是圆圆的眼睛 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镜头像素而已咯 最后一个新手机 就是入门机Nova Y70 价钱699 6月才会开卖咯 手表方面 除了Watch GT 3 Pro 新发布的 还有第二代Watch Fit 2 屏幕变大了 边框变窄了 表带 表盘 全部更多Batterns可以选了 价钱599 下一个Benchie 价钱219 8月不多的可以冲 最后还有可以量血压的Watch D 对你们有听错 它真的可以量血压 用智能手表量血压 我是第一次 哇 有很大的感觉 哇 很大的感觉 我的手 我要讲一下刚才的感觉 整个就是 我可以很明显的 feel到那个表带 它在膨胀 它膨胀到它可以压着 我的那个脉搏 所以我就有一种 可以feel到自己心跳的 那个感觉 就是平时我们量血压的 那一种感觉 就是exactly一模一样 好啦 今天的华为新产品 我们已经全部看完了 跟大家讲一下 最重要的两个产品的价钱 首先就是Made SS2 价钱7999 还有Watch GT 3 Pro 1399 好啦 就这样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